也许明天没有谁 陪我走过潮汽潮落 本教程由威风银制作 学唱歌向威风银 大家好 我是威风银高级声乐指导老师浩敏 在前面几些课当中 我们学习了一些传声的技巧 比如说 通过皱鼻子 听哑 这样的动作带动你找到高位置 让声音更加的传出来 传到食音体 又比如 我们需要张开自己的嘴巴 让声音不包在嘴里 更好地传出来 更好地去表达 又比如 我们的舌头在嘴巴里要舒展 而不能卷缩 不能肩 要舒展的感觉 可以保证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声音比较的宽 又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打哈欠的感觉 去舒展自己的软弱 让你的声音从一个非常深的地方传出来 更加立体 与丰满 那么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呢 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改变你声音的想方法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需要告诉大家一些新的方法 在唱歌的时候啊 有很多女歌手 你会觉得 她的这个声音啊 非常的有实力感 更加丰满 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 实际上 口味是比较低的 怎样去做到低口味呢 我们同样 可以去通过打哈欠的方法 去降低你的口味 让你的声音呢 更加的宽阔 更加写出你的实力感 比如说 你说是我们相见 很晚 我说为了你不够勇敢 听上语也不错 但是这样的声音呢 好像不够厚重 就是她这个频率的分布啊 可能比较偏中上方 那么如何去增加自己的低频 让自己声音更加丰满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降低口味的方法 也是打哈欠 可以摸着自己的口味 会发现这个口味会下降 再来一遍 熟悉了这个动作之后啊 你可以直接去降低你的口味 如果你不能确保 你的口味下降 你可以在初期的时候 用手摸着 然后再去发声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的声音会发现 比原来高口味 要厚重很多 有很多歌手 这个方面就做得非常不错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效仿 那么 如果我降低口味 那么我唱歌会变成这样 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 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是不是比之前 你说是我们 诶 这样更厚重了呢 所以这也是 改变你声音的好方法 降低口味 然后去唱歌 每天坚持10分钟到20分钟的练习量 一定会让你有不小的收获